晚安 靳云啊 我能不能有多想要求呢 我跟孩子很久没有吃饭了 明天想跟他们一起吃饭 好吧 那明天晚上七点你来接他们 哎呦啊 要在晚上十点以前送他们回来 不知道 谢谢你 阿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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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者是在十一点零五分被郁居民发现 当救人员抵达现场时 死者的睡觉不知身亡 死者在前面 表面上看起来 死者是被人从后面袭击 喉咙被割断 导致流血过多而死 死者身上没有防卫性的伤口 现场没有凶器 也没有死者的皮包还有手提袋 因此死者很可能是遭遇抢劫时 被劫匪袭击而死 但是死者身上的钻石项链 还有戒指 却依然还留在身上 如果劫匪真的为财而杀人 为什么反而不抢走 这些贵重的物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